流离英语万用词 小词又大用 英语大不同 Hey guys Welcome to my class 流离英语万用词 英语思维家和新画面词 说出任意场景 无障碍表达 我是星辉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 在上节课当中呢 我们学习了get这个词 它表示的是 A抓到B之后 把B挪到A的位置 并且变成A的所有物 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 不管抽象还是形象的 只要抓过来 看起来 可以为我们所用的 都可以用get这个词来表达 好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get的 第四个用法 表示变成自己所有 来看这么一个句子 I got a reward in the end 说呀 在最后 我终于获得了奖励 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呢 你看哈 有一个东西叫奖励 它的英文单词叫reward 把reward拿过来 变成自己所有的过程 那不就是获得奖励吗 I got a reward in the end 这句话我读完了 你也跟我读一下吧 那除了可以获得奖励 还能获得什么呢 比如说分数 He gets the highest score 他得到了最高的分数 把最高分拿了过来 I get an uncomfortable feeling 我把一个不太舒服的感觉 拿过来 就是我感到不太舒服 He got 10 years in prison 他获得了在监狱里的10年 也就是什么呀 也就是他被判了10年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被判行为这个字 你觉得很抽象 但如果说获得了 把监狱里的10年拿过来 是不是觉得形象多了呢 好再看最后一个 She gets about 40,000 dollars a year 他一年呢 能赚4万美金 也就是说 他把这4万美金拿过来 变成他自己的所有物了 所以我们不管是得分 感觉到什么样的 或者被判了什么 被罚了什么 或者又是赚了多少钱 其实本质上都是 把一个东西拿过来 对不对 好 现在这4个句子 和欣慧老师一起读一下吧 让他们最后变成你的知识 就可以跟别人说 I got a knowledge from my teacher's class 好 一起来 He gets the highest score I get an uncomfortable feeling He got 10 years in prison She gets about 40,000 dollars a year 很好 来 那么由这儿呢 我们可以演示出来 这个小画面 跟欣慧老师一起看一下场景 第一个 他去那家小店买牛奶去了 He went to the shop 干嘛呢 to 为了什么 to get some milk 去把一些牛奶拿过来 变成他自己所有的过程 所以你看买什么 其实本质上不也是 拿来为我们所用吗 所以买到了什么 我们也可以用get这个词 好 句子跟我大家读一遍 He gets some milk He gets some milk 很好 来 喝多气 为什么也可以用get呢 你想啊 空气本来在外面 我们把空气拿过来 呼吸到自己的胃里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过程呀 所以叫 You should get some air You should get some air 把空气拿过来 也就是 透透气 空气真不错 You should get some air 好 来听一个原生片段 看个外国朋友 是怎么用的吧 Let's get some air Peter 在我们的一个热门电影 蜘蛛侠里面 蜘蛛侠女婆跟她说 Peter咱们出去透透气吧 也就是 Let's go get some air Peter 让我们去把空气拿过来 也就是透气 再听一遍 注意模仿 Let's get some air Peter Let's get some air Peter Let's get some air Peter 好 那除了可以把空气 拿过来为我们所用 那电话本来在墙上 你把它接过来为你所用 是不是接下来电话呢 所以英文我们可以说 I got a phone call from him last night I got a phone call from him last night 所以这个句子呢 我们就拆成了三个部分 把电话拿来 从他那拿来 而且是昨晚拿来 OK 我们学会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听懂笑话 用英文怎么说呢 有人说我需要去查字典听懂 其实真的不需要 笑话本来是他的 你把这个笑话 从他的脑子里面拿过来 变成你的笑话 那就是 I didn't get the joke he told 我没从他那儿 把他讲的笑话拿来 就是我没听懂 好 跟老师再来一遍 I didn't get a joke he told 非常好 感冒了 感冒你想想啊 是不是把冷空气抓过来 变成了你的状态 那就是一智两气 你感冒了呢 所以英文叫做 I got a cold I got a cold 非常好 好 那么当我们表示啊 把什么东西变成自己的时候 它有跟一些高级词汇 是可以去替换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词叫gain 我获得了 注意这个词啊 千万不要读成gain 它是有一个尾音gain gain在这里的啊 不然别人还以为你在干嘛 对吧 好的 你们注意我们的发音啊 gain 我得到了一些经验 I gained a lot of experience OK 我得到了很多的经验 那么在这儿 我们换成got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I got a lot of experience 是不是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数字词 score 可能你要问score名词是分数 动词是得分 为啥可以跟get可以替换呢 你看啊 把分数得到了 那不就是把这个分数拿过来 变成你的分数吗 所以这个句子 我们两种方式都可以说啊 咱先用score跟星光老师来一次 I scored 100 marks in English 再用get来一次 注意过去是 I got 100 marks in English 非常好 来看最后一个叫understand 明白 好我们看例句 I didn't understand his meaning 我没有懂他的意思 那你看这个单词又长 读起来还费劲 我们能用get吗 可以啊 现在已经用了过去式了 所以我们后面用get原型就可以了 I didn't get his meaning 我没懂他的意思 就是他的意思 我拿不过来 三个句子 三个单词 gain score understand 在生活当中 如果你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 又或者你觉得 这三个单词 太常规了 没有画面感 我们就完全可以用get这个词 把他们三个统统替换掉 OK 好 非常棒 来跟星空老师现在 学没学会 我不知道 做个练习 一目了然 所以我们先来试试 小事牛刀 你可以把这一页 先暂停三分钟 自己可以试着 在我们的讲义上写一写 写完之后再来听一听 正确课的到底是什么 OK 欢迎回来 我们看第一个 收到他的信息 信息叫做message 把他的信息拿过来 不就收到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叫做get his message 一起读一下 get his message 非常好 得了一百分 哦 把一百分拿过来 因为得了是过去式 所以叫做 got one hundred marks 非常好 再来一遍 got one hundred marks 非常好 好 我们看下一个 花一百块买鞋 我们先把这个动作说完 买鞋叫什么呢 就是把鞋子拿过来 对不对 get a shoes 好 花了多少钱呢 这个动作指向了一百块 所以叫 get a shoes for one hundred for这个词 我们之后也会讲到 它表示的是动作的一个指向性 所以呢 所以买鞋 get a shoes 朝着一百块的方向去挪 get a shoes for one hundred 下一个叫发烧 什么叫发烧 就是一阵阵的烧 你拿过来变成了你的 对不对 叫做 get a favor get a favor 发烧 好 判了五年 是啥意思呢 我们刚刚讲过 翻译一下就是 得到了在监狱里的五年 把监狱里的五年 拿来变成了你自己的 叫什么 get five years in prison get five years in prison 好 接着我们再往后走 赚了三百块 怎么说呢 就是把三百块拿过来嘛 所以叫 get three hundred 元 搞定 好 得到机会 把机会拿过来 叫做什么呢 get the chance 你懂我呢 你把我的意思拿过来 变成你的 you get me 但如果是你懂了我 我们用过去式 you got me 也是可以的 好 以上所有的句子和表达 和新话试读一下吧 注意和我把动作加起来啊 get his message got one hundred marks get a shoes for one hundred get a favor get five years in prison get three hundred元 get a chance you get me 你学会了吗 好 这个就是get的作为 表示把什么 变成自己所有的一个过程 我们来听听外国朋友 是不是这么用的 I just got an email I got an email 他只是电脑说 一封邮件呀 本来是教授写的 是不是 教授发给了你 你得到了 那不就变成了你的邮件吗 I got an email you get me you get me 你懂我啊 你能把我的意思 完全拿过来 变成你的 you get me you get me OK so my question is you get me 你们现在有懂我了吗 好 那么生活中的实用表达 有很多 比如刚刚我们就说 you get me I got you 那么这样的 我们可以把get这个词 用得很灵活 比如说 got it got it 但是我们经常听到 那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它的完整版是 I got it 打个比方 别人顺利句话 go street and you will see the metro station 直走 你会看到地铁站 那么在这 我们说got it的时候 是什么呢 其实是I got it 但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把 第一个词给省略掉 那么就变成了 got it 但注意啊 我们在发音的时候 有一些连读 比如说 got it got it 是吧 然后特是不发音的 连读到一起 got it got it 那么特呢 也会变成得的音 所以got it 就变成了 got it got it 这样的一个表达 好 再看一个 I get it I get it 读块以后特也是不发音的 然后它发成de的音 I got it I get it 啥意思呢 就我明白了 它说get it now 你懂了吗 Yeah I get it Thanks OK 所以不管是完成了 还是现在 其实本质上差别不大 其实当你在用过去式的时候 感觉 我早就懂了 我理解了 谢谢你 不用再说了 好的 那我们听一下原生片段 OK got it got it 你看啊 它的朋友一直跌跌不休 他说 哎呀 不然他给你讲这道理 然后你说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明白了明白了 说什么 got it got it got it 你别说了 你看这个时候 got it 是不是就比get it 它的语气要更强一点 来我们再听一遍 OK got it got it got it OK got it got it 别说了 别说了 如果你想表示更强的语气 就用过去式 如果 你觉得一般是它也行 咱就用get it 就够了 好 我们再听一个 I get it I get it I get it 你看 他在这个视频当中 是不是比刚刚脾气好多了呀 所以这就是原型和过去式的区别啊 程度的深浅不太一样 来吧 我们看一个叫做 get a minute get a second get a moment 有时间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 have time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啊 time这个东西是比较抽象化呀 那你有时间是有多少时间呀 是有一分钟 一秒钟 还是一小会儿呀 哎 我们如果把它换成具体的时间词 是不是更形象化了呀 所以在这儿 老师推荐大家 生活中啊 如果遇到一些表达 它本身就比较抽象了 你要试着把它干嘛呀 把它变成更加形象和落地的语言 所以time可以变成他们三个 get a minute get a second get a moment 好 你问别人你有时间吗 你说一个 you got a minute you got a second 就肯定要比you have time要有意思的多了 因为它很具象嘛 对吧 或者呢 如果你想让别人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 can you call me when you get a minute 你有时间的时候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你看是不是就可以了吗 好 所以现在我们来听一下原生片段 hey got a sec hey get a sec sec是啥呢 hey sec是second的一个缩写 hey got a sec 好 这个句子呢 是一个简化版 got a sec 它的完整版应该是 you got a second 你有一点时间吗 你能给我云一秒出来吗 不管是你的老板在工作 你要跟他汇报一件事情 又或者是你跟你的外国朋友在聊天 你都可以把这句话用出来 got a sec 你有时间吗 非常好用 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 今天我需要你帮助我在这个对话当中 把所有的成色部分全替换成get相关的表达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文 和新闻老师把意思我来捋一下 凯特和海伦的故事 hey Helen有空吗 当然了 咋了 什么叫有空呢 就是你有没有一点点时间拿过来 对不对 你知道我跟哪能买到鞋子吗 把鞋子拿过来变成你的 附近有个购物中心 你可以叫一辆出租车 把出租车拿过来 好的 意思是什么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把你意思拿过来 这时候电话铃响 你能把电话接一下吗 接电话 把电话拿来 为我们所用 当然了 是谁啊 oh Jack 他感冒了 把冷空气拿过来 变成你的 自己感冒了 对吧 那太糟糕了 我们应该去拜访 看看他 咱们给他弄点汤呗 弄点汤啥意思呢 汤本来在别处 拿过来给你的朋友喝 对不对 好注意我得走了 天要黑了 天黑这种状态 拿过来变成天空的 就是天空自己要黑 好的 咱们就结合加线呗 那我到那之后 给你打电话 到那是啥意思呀 那个地方本来在别处 我把那地儿拿过来 就是我自己到那了 好的我去拿钥匙 把钥匙拿来 变成你自己所用的 以上表达 星光老师只能提示到这儿了 那具体怎么写 接下来 就是你的时间和你的任务了 好 给你五分钟时间 你可以先按一个暂停 自己试着写一下 写完之后 听我回来讲 注意哦 一定要先自己试着写一下 再去听我讲 如果你直接听我讲 你就没有自己写出来那种 收获感和成就感 好不好 一会儿见 OK 欢迎回来 我们一个一个句子看 有空吗 Hey Alan Got a sec Got a minute Got a 所以我们在这里用的是 Got a 这个表达 让时间具象化了 是 What's up 你看这里也特别好啊 什么事情 是往上走 你想啊 有个新鲜事 它往上走 那不就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What's up What's up 来 我们两个一起说一下 Hey Alan Got a sec 是 What's up 非常好 看英文 Do you know where I can get some shoes 你知道我从哪能把这些鞋子拿过来 让我穿一穿吗 Do you know where I can get some shoes 好 我们看英文是怎么说的 There's a mall nearby 这附近啊 有一个商场 You can get a taxi 你可以叫一辆出租车 Get a taxi 好 什么是好呢 就是我懂你的意思了 Got it Got it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成什么呢 我懂你了 Got you Got you 也是可以的 I got it I got you 无外乎这个it 是指你说的话 这个you呢 是指的你这个人 懂你或者懂你说的话 本上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他说 你能接一下吗 Can you get a phone Can you get a phone 是 Who's that 谁在说话呀 说 Oh it's Jake He got a code 把冷空气转过来 来 我们好朋友说了一句啊 替他感到 哎呀 很难过 That's too bad We should visit him Should we get him some soup 我们要不要把一些汤 拿过来 让他去喝呀 对不对 Get him some soup 那如果是 给他带一束花 怎么说呀 Get him some flowers 给他带一些零食呢 Get him some snacks 非常好 你看你这不就可以 几一反三了 对不对 好 接着往下走 呀 好主意 Good idea Great idea Wonderful idea 前面这个形容词 你可以随便换 你喜欢的都行 I'd better go I'd better 这里呢 我们是had better had better在一起表示 最好干嘛 我说你最好 好好学学英语啊 英语太重要了 是吧 全世界写有箭呀 大家沟通啊 都是英语这本语言 I'd better go 就可以给他缩成 I'd better go I'd better go OK It's getting dark 它在慢慢的变黑了 把黑拿过来 那我们再来一遍啊 Great idea I'd better go It's getting dark 非常好 好 我们再看英文 OK Let's meet at Jake's house I'll call you when I get there 到了那儿 把那个状态 那儿的状态变成我的 Get there Get there 好 拿钥匙呢 All right I'll go get a kiss I'll go get a kiss Go get a kiss 来 小故事结束了 现在 你不看中文 你看着这一段英文 你能不能翻译成中文呀 如果你觉得 哎呀 我丑了一下 翻译没有任何障碍 说明你今天这个词 就掌握到位了 来最后 跟着星辉老师 咱们一句一句 把它变成你的 好不好 该做动作 我怎么做 你跟我一起 学会了吗 我们今天这些课 我希望你回忆起来 你可以非常自豪地 跟别人说 今天我在星辉的课上 学了一个词 但是这一个词 可了不得 帮我们说了一大段英文呢 我下次呢 在想到老外的时候 就可以自豪地 跟他们用英文去交流了 好 那我们现在复习一下 Get这个词的所有用法吧 它表示的是 把一个东西抓到以后 放到自己的位置 变成自己的所有物 所以抓拿 到达抵达 得到 或者说变成 其实本质上 都是抓到一个什么东西 变成自己的一个状态 好 那下节课 我们要讲啥呢 咱们一直在说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你真的会用吗 它只有向外这一个意思吗 下节课 我来跟你见分享 看看这一个小词 到底有多大的花样和本事 能造出那么多个句子 小词又大用 英语大不同 我们下节课不见不散 See ya